先扯一些速球线,先放在小盒子里面 线头按在球心上面,第一圈一定要把线头压住,然后随意绕线 绕线的时候要注意,右手一边绕线,左手一边转动球心 线稍微拉得紧一点,绕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线 缠绕一会儿之后要注意有这种漏白的地方,绕线的时候要注意往漏白的地方绕线 在漏白的地方交叉绕线,多绕几圈就可以把漏白的地方遮住 采绕到输球线完全覆盖住球心,没有漏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的线,线解断,针插在球心上,穿上线 拉紧采绕的最后一圈输球线,按住针在输球表面穿过 多穿几次,把线固定一下,减掉多余的线维,水球就缠绕好了 在五反布上放置适量的薰衣草,抓起五反布的四个角,把薰衣草包住,包成一团 用手揉捏薰衣草,调整形状,让形状尽量圆一点 用尺子测量一下球心的周长 周长15-17厘米左右为宜,注意不要过大或者过小 扯一点速球线,先把收口的地方绕几圈 结果放在小盒子里面,然后随意绕线 缠绕一些速球线,确定里面的材料不会露出来,用剪刀剪掉多余的五反布 用手按压住五反布凸起的地方,在凸起的地方绕线,多绕几圈 然后一边绕线,一边按压调整球心的形状 有凸起的地方就按压一下,然后多绕几圈线 一直缠绕到竖球完全覆盖住球心,检查有没有露白的地方 没有露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左右的数球线,剪断,穿上针 拉紧我们缠绕的最后一圈数球线,针在数球表面穿过 多穿几次,把线固定一下,避免速球线滑脱 剪掉多余的线 首先测量一下数球的周长 周长是15.9厘米,换一个方向再测量一下 也是15.9厘米,再换一个方向测量 也是15.9厘米,速球的周长是15.9厘米 周长的二分之一确定几点,周长的十分之一确定次到 周长的十二分之一确定十二等分的位置 取一颗珠针在任意位置扎入,将它看作是北极点 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南极点,尺子的零刻度对准北极点 绕速球一圈,在周长的二分之一处扎入珠针 然后我们需要从其他方向测量一下,看一下其他方向是否也是7.95厘米 有误差调整到7.95 尼克度对准北极 调整到7.95 尼克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 尼克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 尼克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 0刻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 0刻度对准北极 刚好7.95 那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正确的北极点和南极点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赤道 周长的十分之一处确定赤道 尺子的0刻度对准北极 从北极拉到南极 在周长的十分之一处扎入珠针 3.975 从北极到南极 在周长的十分之一处扎入珠针 从北极到南极 在3.95的位置加入珠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12颗珠针都扎上 所有的珠针都扎好 我们需要来做等分 周长的十二分之一确定十二等分的位置 尺子的0刻度对准赤道上的任意一颗珠针 取一颗珠针把尺子固定一下 然后尺子贴着赤道上所有的珠针绕一圈 到结束的位置也固定一下 再取几颗珠针把尺子固定住 然后我们来调整珠针的位置 1.325 然后是2.65 然后是3.975 然后是5.3 然后是6.625 然后是7.95 然后是9.275 然后是10.6 然后是11.92 然后是13.2 然后是44.57 然后就是15.9 这样你就把尺道做好了等分 接下来需要绣上分球线 把尺子取掉 取分球线 在宿球上绕八圈 在八圈多的地方把线剪断 线取下来穿上针 在线的一头尾部打结 将多余的线尾剪掉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把线拉紧 线尾拉到宿球线里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极点的左侧出针 线拉紧 然后开始让线 从极点出发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点 过尺道上的助针 回到北极点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北极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回到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回到北极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回到北极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尺道上的助针 过南极 过尺道上的助针 最后干圈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南极点的线固定一下 从南极点下方入针 调起一点速球线和全部的分球线 圈过 把鞋拉紧 竹针扒掉 继续过尺导上的竹针 回到北极 把北极点的线也固定一下 从极点下方入针 从远处出针 先拉紧 拔掉竹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拉紧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一颗赤道竹针的旁边出针 先拉紧 然后贴着赤道上所有的竹针绕线 绕一圈 回到出针的位置 从出针位置的右侧入针 从远处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调整一下分球线 让分球线分不均匀一点 把针出针 把针出针 这样一个十二段分分球就分好了 制作这款画型 首先是先制作腰带 腰带是用浅层色的绣线 再赤道两侧分别绕四圈 然后把腰带绣一下 这边两边的花纹都是完全一样的 分别是用橘色的绣线绣两层 然后用橙红色的绣线绣两层 用浅层色的绣线绣两层 用白色的绣线绣两层 取浅层色的绣线制作腰带 在腰带的两侧分别绕四圈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把线尾拉到绣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分球线和赤道的焦点处出针 然后贴着赤道绕线 绕线的时候注意把线理平 因为绣线是两骨 要注意理一下 到四圈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然后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然后整理一下 刚才绕的绣线 有不整齐的地方 现在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这样就比较整齐了 用同样的方法在另外一边绕丝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绣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赤道和分球线的焦点处出针 贴着吃到绕线 贴着吃到绕线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回一针 剪掉多余的线 整理一下刚才绕的线 这样就可以了 取60厘米左右 之前分球用的这种 粗一点的白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把线尾拉到绕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腰带上方和分球线的焦点处出针 线向下拉 拉到下一条分球线和腰带下方的焦点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上拉 拉到下一条分球线和腰带上方的焦点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下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绣完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开始的这条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这条分球线的左侧 腰带下方出针 然后线向上拉 和之前的绣的形成一个交叉 到腰带上方和分球线的焦点处 调一点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边绣完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腰带就修好了 再距离腰带8毫米的位置 扎入珠针 隔一条分球线 扎一颗珠针 将好之后是这样的 取橘色的绣线 开始绣着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开始绣的第一步都是先把线压住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黄色珠针的左侧 临珠针的左侧出针 往线向上拉 拉到靠近几点 5毫米左右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拉到下一条分球线 定住针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上拉 在靠近几点 5毫米左右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调诉求线一定要把 一定要让针挂住 在这个地方不会动 在定住针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 在靠近几点 5毫米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绣完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我们先把刚才没有定 珠针的分球线 定上珠针 同样是在 距离腰带 8毫米的位置 珠针只是做一个标记 只要有珠针定在这里 就可以了 什么颜色的都可以 然后从出发的这条分球线 右侧入针 针平着向右 针平着向左 在左边的这条分球线 定住针的旁边 左侧出针 先拉紧 继续线向上拉 在靠近几点 5毫米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 和分球线 线向下拉 在钉住针的地方 调一点诉求线 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第一层续纹 调一点诉求线 和分球线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减六多余的线 取一颗珠针 在我们开始绣的这条分球线 右侧 右键的旁边 扎一颗珠针 表示我们是从这个地方 开始绣的 取层色的绣线 绣第二层 从开始出发的这条 经线旁边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第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 出针 线向上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 调一点的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第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 和分球线 穿过 按照这样的方法 继续绣 绣一圈 回到出发的这条分球线 从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条分球线 左侧 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出针 线向上拉 在第一层绣线下方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下拉 在第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起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第二层续续为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拿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取橙红色的绣线 绣第三层 从出发的这条金线 旁边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所以第三层就有点不一样 是直调第二层的绣线 调起来 直调第二层的绣线 这样子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就是第二层绣线 穿过 线向下拉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的绣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 绣两层 回到出发的这一条分球线 从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一条分球线 左侧出针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穿过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绣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层 剪掉多余的线 取浅橘色的绣线 绣两层 从出发的这条分球线 旁边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出针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下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调一点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继继续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续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取白色的绣线 绣两层 从出发的这条经线 旁边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出针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调一点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诉求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直调上一层绣线 调一点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拉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绣 绣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这一半就修好了 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一边也修好 谢谢大家